好那我教你另外一個方法可以開檔案好不好 好 你們剛剛呢如果是用這個RStudio開 像這樣我把它打開 打開了之後呢你這個路徑呢他就會用預設的路徑 那他預設路徑在哪裡 在CRTEMP裡面 預設路徑喔 那你們就如果是這樣的話呢那你們還要去改什麼呢他去改Session對不對 你要去從什麼Session 設定工作目錄選擇工作目錄 整個學習學完這個最熟 然後再改桌面再點桌面再選擇資料檢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快一點 可以喔 你看你如果這樣改了他這裡才會改成你的桌面對不對 好那怎麼快一點呢我把這個關掉 你看我現在把我的抽樣練習這個檔案跟五育成績都放在桌面上 對不對 好如果我直接把這個抽樣練習點兩下打開 像你們剛剛做的 好點兩下打開 打開之後呢他會做什麼 他會直接把你的路徑就改好了 這樣會比較快 這樣會比較快 好 那像你們剛剛已經都install完了對不對 當你都install完了之後呢這一次不用install了 所以就可以把它整個 打一個信號把它mark掉 mark掉就不會再安裝了喔 不會說你每次選選他就幫你裝一次很討厭 好那接下來就是選擇 按下run 那就會幫你跑載入套件 然後幫你把上次的脂肪圖畫出來對不對 好 甚至呢上個禮拜我們有教到 就是抽10個人 算這10個人的平均 跟他的標準差有沒有 那不要忘記我上次算的是資育成績 你們要算的是 體育成績對不對 對不對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上個禮拜有教你後回圈了 那我現在如果呢要跑100個人的 就是我要這樣抽10個人 我就是抽一次嘛對不對 那如果抽第2次 結果應該會不一樣 抽第3次結果會不一樣 每次抽10個人出來算 平均結果都會不一樣對不對 對 好那我想要抽100次 這樣就有100次的平均 可以嗎 來我們來試試看喔 首先呢 OK了嗎 OK了嗎 我先暫停一下 10個人 你看喔 我怎麼再抽另外10個人 我把這一段選起來再跑一次 這就是第2次的10個人對不對 剛才第1次的 我把它放開給你看喔 這是第1次抽到10個人的成績 這是第1次這10個人成績的平均 這是第1次這10個人的標準差對不對 好那我現在用綠色的 這是第2次抽到的10個人 是不是長得不一樣了 因為我從39個人隨便抽10個人嘛 所以長得不一樣喔 所以他的平均 跟標準差也會不一樣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平均跟這個平均 差不了多元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看一次喔 如果第3次再收10個人 選起來 再run第3次 好第3次抽的10個人呢 在這裡 這個呢跟上一次抽的 是不是又不太一樣了 然後上一次抽的平均是91 現在這一次抽的平均是89 是不是又有差了 可以嗎 所以 你每次從中間抽10個人 這10個人的平均跟標準差 都會不一樣喔 這句話聽懂喔 我每次抽10個人 這10個人算出來的平均跟標準差 都不一樣 可以嗎 好那這樣子不一樣的話我怎麼 假設全台灣有 我要知道全台灣國語文素養的成績 那我從全台灣國語文裡面呢 去每個縣市抽5000個人就好 這樣很多囉 每個縣市抽5000個人 22個縣市就有 上萬個人了對不對 好那我今天抽的跟明天抽的跟後天抽的 算出來平均都長得不一樣 那我怎麼知道哪一個平均 比較好 哪一個平均比較具有代表性 你了解我意思喔 我怎麼知道我抽出來這個平均 屢不具代表性 跟我全國所有學生 都會有素養的平均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一致 有多好 我現在要知道就是這個問題 可以了解喔 好那我來抽樣看看 我們來看看 如果我怎麼把這些平均 總共抽100次 好 就像我郭元素養 我今天考一次 明天考一次 後天考一次 但是考的人都不見得一樣 考完之後 我算出來平均 就有100個平均了 對不對 那這100個平均會長什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那怎麼看這100個平均長什麼樣子 來第一個方法就是 把這個copy 剛才不是算一次嗎 一個人平均 然後再貼上 這是兩個人的對不對 然後再按Enter 再貼上 我剛剛不是要100個嗎對不對 貼上三個了嗎對不對 再按Enter 再貼上 四個嗎對不對 再按Enter 再貼上 總共貼幾次 貼100次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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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覺得你的手會斷掉嗎 而且你怎麼知道我貼的是140 對不對 所以絕對不會這樣做 好絕對不會這樣做 那 但是真的有人這樣做 先貼兩次嗎 好 變4次 4再4次變8次 8次再8次就變4次 這樣快一點對不對 好快一點 快一點 好 來我告訴你怎麼辦 另外一個呢就是 我這樣子的話呢 永遠 永遠都只有把平均跟標準差秀出來 平均跟標準差秀出來 我沒有辦法把他存起來啊 對不對 那我怎麼把他存起來 這個平均的前面呢 我要給他寫 寫平均 例如我寫成績的平均 所以 Score SM好了 或者治癒 治癒是要什麼 Intelligence IM好不好 IM10 10次的平均 對不對 10個人的平均 所以這是11 對不對 他這個平均我也要 這平均就是IM12 對不對 好啊這個平均就多少 就 IM13 這樣 那你看我這樣落 他不能讓我這樣用 我等一下教你怎麼用 那我先這樣寫 IM11 IM1 IM12 IM13 對不對 IM14 然後剛剛講嘛對不對 這樣RUN我就有 就有什麼 IM11 IM12 IM13 你看每次的10個人平均都不一樣 看得到嗎 會不會太小 這裡 對 這是第1次抽10個人平均87.5 第2次抽10個人平均92.8 第3次抽10個人平均91.3 好那如果我要呢 呃 這樣是3個人 那我剛講我現在是4個人了對不對 如果我要 我要8個人怎麼辦 我就把這個COPY 再貼上 然後這邊再改 5 6 7 8 對不對 這樣一直往下改 改到100個人 你來做這個事 那如果改的話 不改他就只會留一個啊 一直 一直重複掉 就可以了 對不對 IM11 IM11 是所有 喔 之一裡面抽10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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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10個人 叫做抽10個人 好 你知道等到前面 對 等到前面打 他不會到什麼 他指定 他下壓 他認為就是一個印材 他會整個印材 開身等到這邊 好 他一次做啊 他做100次喔 我 我可以交下來很清楚 我可以交下來很清楚 可以交下來用不錯啦 你們不會想要這樣做是不是 好 所以你們知道上次玩那個遊戲 是有道理的吧 對不對 這種重複一直重複的步驟 一定有一個 在程式語言裡面 一定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 那叫4回圈 所以你看 其實我不用寫這麼多 我把這些步驟都刪喔 好刪了之後怎麼辦呢 我從這裡告訴他說 我要跑一個4回圈 I 從1跑到100次 可以嗎 所以這樣我就可以跑100次了 然後我什麼東西要跑100次 我這個框框裡面的東西要跑100次 所以我要把這些放在我的框框裡面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放在框框裡面呢 但是如果你看 我剛剛不是有 IM11 IM12 IM13 對不對 好如果我這樣子全部選起來 跑100次 跑完了之後 我沒有 我先把這邊清掉喔 不然你會看不到 看不懂 我從頭來這裡一下 全部放下來 你看我跑了100次之後呢 還是只有誰 IM11 為什麼呢 大家想想看為什麼 因為我 因為我 I等1的時候 這個跑一次 10個人出來的 群平均 放到IM11 對不對 I等1的時候 再跑一次 還是群平均放到IM11 裡面 第三次還是放到IM11 裡面 第四次還是放到IM11 他永遠都放到IM11 裡面 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辦法讓他 11的時候就放 第2次就放2 第3次就放3 第4次就放4 第5次就放5 好我們要這樣才對嘛 對不對 好那怎麼做呢 來這個步驟比較複雜一點 首先呢 我一開始呢 要先產生 我要放資料的東西 叫IM10 10個人的 這個呢 他是一個矩陣 裡面全部都放0 所以比較難一點啦 所以一開始你要寫這一行 這一行寫完了之後 這一行是代表什麼 來我run這一行給你看喔 他就會產生一個IM10 有沒有 然後這個10裡面呢 總共有100個位置 12345678910 總共有多少 100個位置全部都放0 這樣可以嗎 聽到矩陣就覺得很難喔 那我不要講矩陣 我說我要產生100個空間 每個空間都放0 這樣可以嗎 好 放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 為什麼你會很熟悉 為什麼會很熟悉 好接下來裡面就給他放i就好了 就是IM10i就可以了 這10100跟1是什麼 0是指這裡面要放0 可以嗎 100是指什麼 你也可以放1也可以放2隨便你 但是我們一開始要給他塞位置都會先放0 100是指這裡總共要放什麼 100個可以嗎 1是指總共只有什麼 1欄 所以 我再回來 剛沒有仔細講不好意思 來這個呢 是代表所有的元素都放0 元素都是0 這個是代表有100 列 可以嗎 這是代表有1欄 1欄 好所以 你可以在後面註解一下 產生 一個 0 一個全都是0的空間 全都是 0的 空間 這樣可以嗎 這樣你比較好懂 不會他只要緊知道後面就不會 然後呢 有 有 100 列 然後一欄 這樣可以 好來我們先看結果啦 我等一下再給你們打喔 你們先看結果 好來當我把這些全部選起來 按下RUN的時候 你看喔 IM10裡面 就不會變0了對不對 你看他裡面就不會變0喔 第一次 取出來 10個平均90 第2次取出來 10個的平均87 第3次取出來 10個的平均87.9 第4次取出來 10個人的平均88.7 第5次取出來 90.0 第6次取出來 89.8 第7次 90.1 你有沒有看到他都在89 附近對不對 可以嗎 898788附近有沒有 但是偶爾會怎樣 偶爾會跑出這種 抽到比較少的對不對 欸那應該也偶爾會有那種比較高的啊 看看有沒有比較高的 偶爾也會出現比較高的有沒有 93 所以我們有時候抽樣的時候是隨機抽的嘛 什麼叫做 出來的平均 都抽出來這10個人比較高 就是你剛好這一次抽的時候 你抽到成績比較好的 那他的平均 用這個平均來代表 全台灣大英學生國有數量 有利嘛 有利嘛對不對 那如果我這一次抽出來呢 剛好都抽到比較爛的 那他的成績就會比較 這樣可以嗎 這個表情告訴我不可以 聽得懂啊 聽得懂還是OK還是不OK 好 所以你會 你會因為什麼 因為你 這一次抽樣 你抽樣本來就會有 有可能會抽到 好有時候有可能會抽到全都是好的 有可能會抽到全都是不好的 但是我們當然不希望這樣 我們希望好的抽到一點 不好的抽到一點 中間的抽到一點 對不對 這樣會比較好 但是我們如果隨機抽的話 本來就有可能會抽到 好 有可能抽到比較不好 好 所以我這一次 國美式算出來的平均 都會不一樣 這樣 可以接受嗎 那我要怎麼知道 我現在抽出來的這個平均 好還是不好 等一下我會跟你講 好不好 好嘞 所以我們先做這件事情 大家先試試看 來這比較複雜一點喔 這大概是你們寫到最難的程式 應該不會比這個更難 首先呢 上面那一行 IM10是說 我先 我這個IM10是要存 10個人的 抽樣出來 結果很平均 我一開始呢 先全部都放0 好 全部都放0 好放完之後呢 4i從b到100 就是i0b到100 你跑140 每140呢 他的第一個步驟 都是抽10個人 抽10個人之後 把這10個人 平均算出來 然後放到 第i的位置裡面 然後放到第i的位置裡面 其實我一直很猶豫要不要叫你寫這個程式啊 但是我後來想想 如果我們不講 好像對手兩文沒什麼感覺 啊 等一等會兒 打到 來吧 就算了 讓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不要叫你寫這間 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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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間要放刮號 這裡要有刮號 要放在刮號裡面 你說這個擋得很醜怎麼辦 我等一下這樣不能做 中間這裡還有一個喔 你要注意一下改哪裡 除了多了這個之外 這裡要 多了這個刮號 打勾都是多的喔 還有這個IM10 這個很多人都會忘記喔 有些人都會忘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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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忘記喔 有些人都會忘記喔 怎麼會忘記喔 要離開 我就會忘記喔 好 好 來這裡IM10這裡要等號 對了吧 那旁邊應該會有IM10 那直接把IM10給開看看 OK嗎 IM10是代表IM10抽出來10個人 好 肥皂 好 肥皂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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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爱是 大概在这边 给我爱是 开始拍到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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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括号 这一个中括号 修理法有时候比较难懂 为什么大括号 中括号 好来看一下这里 这个大括号的意思是 代表这个范围里面要大括号 发起来 它这个中括号里面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这个里面的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我们刚刚不是宣告五百个位置给它吗 中括号里面放的是 到位置 第一个位置 第二个位置 第三个位置 这要中括号 不一定可以用J 如果你正常换J 这里就变J 照拍你也可以 看你喜欢用哪一个 如果你高中都选M 对不对 i跟J i跟J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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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Code裡面有一個叫做Indent 在哪裡啊 再一次喔 Code Code裡面有一個 喔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做Reindent Nice Indent就是前面會幫你加一些空格 這樣我們眼睛看起來比較舒服 好所以你看他結果變怎樣喔 這樣很醜喔 按一下Code Reindent Nice 他就會幫你把它往後退有沒有 變得很整齊 會比較好看 再看一次喔 原來是醜的對不對 好你可以把它全部選起來 全部選起來 然後按Code 好這裡有一個叫做Reindent Nice 然後再往下看 他就會變漂亮喔 好那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竟然這100個平均都會長得不一樣 所以我每一次抽樣出來 他的平均可能都會不一樣喔對不對 好那你的這個檔 我們作業在哪裡啊 錯班了 好那這100個平均都不一樣 那我就想看看這100個平均的分布會在哪裡對不對 好所以等一下下面會有什麼下面會有請你把這100個平均的直方圖貼上來 平均貼上來跟標準他貼上來那我教你怎麼做喔 那你們自己要做體育的喔 首先呢這100個平均現在放在哪裡 放在IM10裡面對不對 好所以我要把IM10的圖畫出來怎麼畫 好就一樣 Histogram IM10對不對 好但是呢你現在畫的是 呃他的軸一樣是放在 從70 到100 可以接受嗎 好那不要忘記上面要再多一個 Windows 讓他開一個新的圖 所以我就選起來 按RUN 我就畫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我就按一下 好複製 Ctrl C 然後到到哪裡 到這張圖裡面按Ctrl V 這樣可以貼上去對不對 好 再來呢 第二個部分是算他的平均 那這10個的平均又怎麼算 再算一次IM10再平均一次嘛 可以嗎 然後我就算一下平均 RUN 89.445 好COPY 好先到這裡給他貼上 我等一下會解釋他的意思啦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標準差 再算一次標準差 STDIM10 好一樣按一下RUN 不是STD STD STD是MainLab 標準差是1.73多 按COPY 然後到這裡貼上 可以嗎 好 所以我接下來做一些事情喔 接下來呢 我把他的圖畫出來 對不對 好把這10個人的圖畫出來 把這10個平均 不是這10個人 這10個平均 好總共有100個 10個人的平均 有100個10個人的平均 把這100個平均的圖畫出來 再看他的中心在那裡 要標準差是多少 你剛把他點開 直接點開就好 他繼續寫就可以 他會成天寸 好你們先做完 等一下我解釋他的意義是什麼 好 如果你有RUN那條Windows 他主才會跳出來喔 你如果沒有RUN到那條Windows 他主會先在右邊 先在右邊的話 你就要按右鍵覆蓋 然後再做一鍵覆蓋 你要重新換Windows跟Diskop 兩個一起換台會放在一起 你們先做完至於的就好了 等一下得意了 我留時間給你們做 好吧 不用下台吧 你會點開在那邊的機器 那下台 喔 坐上電器喔 這樣 要放在那裡 喔 機器的耳朵 要點進去 可以到前面 然後點進去之後才會有那個 那個檔 可以點開 可以直接在那邊寫就好了 對嗎 對啊 會長的跟我不一樣對不對 這樣可以做 可以做嗎 所以大家打的應該都不一樣 如果你的抽樣 跟我的抽樣不一樣啊對不對 這次會長得很像 這次不一樣 會長得很像 多了 對啊 不吐出來 這樣也有嗎 不錯 好 要來解釋這什麼東西囉 好 要來解釋這什麼東西囉 好 我們先來看這一張圖 先看這裡啦 不要先做 不要先做下一個 先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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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都沒時間做 不用擔心 你看這一張圖喔 這一張圖是代表什麼 代表我總共抽了100次對不對 這100次的平均 我當然希望這100 我每抽一次 我希望這個平均能夠代表全過對不對 我抽第二次 我也希望這個平均能代表全過 所以我希望抽出來這些次要越怎樣 它越集中越好對不對 我每次抽雖然平均都不一樣 但是我希望它能夠集中到某個數字附近 所以你看看它們集中在某個數字附近 有對不對 這個數字是多少 89.455 有沒有 那它多集中 就看這個標準差 越小越好 標準差還不大 只有1.73 830對不對 還不夠大 對不對 還算小 所以還滿集中的 這個東西呢 我們叫做標準物 你們常常未來以後會看到 這個叫標準物 所以你們如果回去有看影片 這個地方就是標準物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叫做標準物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也就是說我大部分抽出來 如果我抽要比較正常一點 應該都要落在這個90分左右 就是89.45左右 對不對 但是我偶爾會抽到比較不好的啊 偶爾會抽到比較不好的 就是抽到太弱的 我抽到的學生都很弱 某個數量都不好 或者是我抽到的學生都很強 某個數量都不好 所以有時候會抽到太弱的學生多 有時候會抽到太強的學生多 那這樣結果就比較不好對不對 所以我要怎麼知道我的結果好不好 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喔 我可以給一個信任的一個範圍 這個叫做信賴區間 那這個信任的範圍給定了之後怎麼辦 來看好這裡 不要忘記我們以前學的 如果我以這中間為基礎的話 百分之六十八的資料 如果他是服從常態分布 以中間百分之六十八的資料 會集中在正負一個標準差對不對 所以現在 現在中心點是八十九 加二 所以到九十一跟減二到八十七 中間有百分之六十八的資料 百分之九十五的資料 會集中在什麼 正負兩個標準差可以嗎 中間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資料對不對 百分之九十九點七的資料 會集中在正負三個標準差 也就是說我這一百個裡面 我剛剛不是想抽一百個嗎 大概有六十八個會集中在這裡 九十五個會集中在這裡 然後九十九點七個會集中在這裡 這樣可以去做嗎 那我希望能夠得到的 盡量是中間的那百分之六十八個 或者是 或者是九十五個對不對 最常用的是可能是九五 最常用的是九五 可以接受 最常用的是九五 那九五是什麼 九五是兩個標準差 到這個概念可以接受 如果九五是兩個標準差 它表示呢 我的點到它的距離 應該會小於這一個乘以二 對不對 這是標準差 1.73 所以你看 這個點到這裡是兩倍 這個點到這裡是減掉兩倍 所以這裡面的點 都跟它 這裡跟它的距離 只有小於兩倍的這個對不對 這個點到它的距離 也會小於兩倍的這個 這個點到它的距離 就會大於兩倍的這個 來 我再給你看清楚一點 現在已經開始有點亂了 來 我放大一點 我把這個再放大一點 我們這個講完再休息 來 你看這裡 剛才中心點在這裡了 好 我們現在如果用百分之九十五 就是兩倍嘛 所以 這中心點 這個是兩倍的標準差對不對 兩倍的標準差 這個是減掉兩倍的標準差 所以 我希望 如果你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賴水準 我希望的點都盡量落在這裡 我抽到的平均要落在這裡 我才可以接受 如果我的平均不落在這裡 超出這裡 我就不能夠接受 這樣子 因為 跑到這裡就代表我抽到的學生都太好了 太好了 跑到這裡表示我抽到的學生都太弱 好 來 那我們現在反過來看喔 如果我抽到的點在這裡 到這裡有沒有小於兩倍 有 有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接受啊 可以嗎 好 如果我抽到的點是這一個 到這裡 有沒有小到兩倍 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能接受啊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我希望我的中心點會落在哪裡 我希望我的中心點會落在我抽到的這一個點 往這邊剪掉兩個標準差 跟往這邊加上兩個標準差之間 聽嗎 因為我希望這個點 比我的距離 要小於兩倍啊 再第一次喔 這個很妖怪喔 我知道紅色這個點 如果到我的中心小於兩倍 我就可以接受嘛 對不對 如果我現在抽到的這個 比我的中心大於兩倍 我就不能接受嘛 好 因為太遠了嘛 所以這個東西 減掉兩倍 我希望這裡都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這個東西 減掉兩倍跟 要包含 這個比例可以嗎 這一個紅色的點 看這邊 我要怎麼畫你比較好懂 來用紅色的齁 所以呢 這個紅色的中心 如果我減掉兩倍 這個紅色的中心 我減掉兩倍 這段距離是小於兩倍對不對 所以如果紅色的這一個 往這邊移兩倍 跟往這邊移兩倍 會不會包含我的平均 會不會包含我的平均 會不會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綠色的這一種呢 綠色的這一個 往這邊移兩倍到這裡 往這邊加兩倍 會不會包含我的平均 不會對不對 所以綠色這個是我不要的 紅色這個是我要的 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會給一個信賴區間 這個信賴區間是什麼 我算出來這個平均之後 到減掉兩倍的標準差 跟加上兩倍的標準差 以這個區間為基準 如果這個區間 發含到我的中心 就是好的 這個區間 沒有發含到我的中心 就是不好的 這個 到目前這個論點可以 來喔 再回到原來的位置來喔 你看喔 我們95%的點 會集中在政府兩個標準差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有多少點 它形成的這個區間 會包含這個中心 點在這裡 會 點在這裡 會 點在這裡 點在這裡 點到藍色這裡 會嘛 因為你藍色這裡 往這邊長兩倍 剛好到這個點 往這邊長兩倍 剛好會包含這個點 對不對 所以會 但是只要超過這裡開始 就變綠色了對不對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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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你這裡 藍色在這裡會 在這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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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都會喔 但是到這裡就不會了 會太遠了 就不會對不對 可以嗎 好 所以 來 假設我現在有100個 我現在上面好了 我現在空白的地方 我現在如果有100個區間 我現在不是有100個紙嗎對不對 所以就有100個區間 這個紙好醜 好 這100個區間來 各位猜猜看 有多少的區間 是綠色的 有多少的區間是紅色的 可以用的 猜猜看啊 如果我紅色的點 紅色的點 可以 你知道 你知道到哪裡 到這裡對不對 紅色的點 跟你知道 我們這邊可以走一走 走到這裡都可以啊 在這裡面大概有幾個 這裡面是不是有95個對不對 所以 100個區間裡面 有95個是 好的 可以嗎 有幾個是不好的 5個是不好的 所以代表 100個區間裡面 有95個會包含到我真正的平均 但是有5個不會 這樣 可以嗎 這就是信賴支援 其實這麼久 把它取動 好 所以呢 如果 氣象報道跟講說 我有95%的信賴水準 今天降雨機率是70% 然後正負物差是兩個百分點這樣 就變成我70要先-2 跟加2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70-2跟加2 可能會包含誰 可能會包含你的平均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看70-2 如果有剛剛講的數字率 來70 我說今天降雨機率本來是70 所以70-2 假設標準差是 標準差是1就好了 標準差是1 好 70-2是多少 68 加2是多少 72 可以嗎 所以我的區間是從68到72之間 這是我的降雨機率 好 我這個降雨機率的這個區間 可能會包含今天時期的降雨機率這樣 所以算很高 我可以接受 但是有沒有可能錯 有可能錯啊 我如果是綠色的區間就不對了對不對 綠色的區間就不對對不對 那錯幾個 五個 有100個裡面只會錯五個 所以我有90%的信頼水準就是 我這樣子講100次 有5次會錯 所以他有幾個氣象報道說 他有幾個 他有幾個 他還是算九七 他算九七 他算九七 所以氣象報道告訴你之後 他還是有五天會錯 他告訴你說今天下雨 然後100天裡面有五天會錯 1000天裡面有五天會錯 1000天裡面有五十天會錯 所以他告訴你說今天可能會下雨 那樣子紀律很高分會出來 他怎麼當太陽 有可能會上雨 就是剛好 你算出來這個區間 剛好沒有包含到真正的平均 然後錯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統計裡面就是這樣 所以我抽樣出來之後 我會告訴你說 我的信頼區間是多少 那我會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可以猜 我真正的平均是落在這個信頼區間裡面 我真正的平均會落在這個信頼區間裡面 但是呢 我有多少的機率他會是錯的 有多少的機率他會是對的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現在如果 如果你們回去有看影片 回去有看影片 你們會看到民調的例子 好 民調的例子就是我的 我的民調有多少 講了這個就休息一下 來 我的民調有多少 假設我的民調 我的民調現在有5乘5 假設我的民調5乘5 好 我在95%的信頼水準下 95%的信頼水準下 我算出來的區間 是4乘5 到6乘 如果你今天你要參選 如果你今天你要參選 我再講一次喔 這個你們都答對了 我就可以下課囉 今天你們要參選 我在95%的信頼水準底下 然後我做出來的民調是 我有5乘5的支持率很高嘛 5乘5超過一半對不對 好 很高喔 但是呢 我算出來的信頼區間 就是我減掉兩個標準差 跟加上兩個標準差 跟加上兩個標準差 之後是45%到60% 那我現在問題就是 你要不要參選 統計不是看這個數字而已 統計是看完這個數字 你要做決策嘛 就像你看了那個 你早上出門 你看叫你去看完 你要決策什麼 我要不要帶傘 對不對 所以要你到底 我做完一調 我要做決策 我要不要才選 要還是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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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一個 發作人的不小心 鬆緊標準 是不是不要 我現在做的 電話的民調是 55%的支持率 支持率 但是我知道我的支持率 還要再考慮續簽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減掉兩個標準差 再加上兩個標準差 所以減掉兩個標準差 成百的是45% 加上兩個標準差 是百度的死 大概是這樣的數字 那你覺得要參選 你不要參選 你會不直覺想 不管答對答錯 都不行 反正這兩個答案 就是要是不要 中期是55 好 中期說可以參選 因為國民調出來就是55% 中期可以休息 來 來 謝謝 你覺得要不要參選 你覺得要不要參選 所有人會覺得會掉到45% 你覺得可能會掉到45%一下 他如果掉到45%一下的基率是多少 基率是5%對不對 只有5%會超過這個範圍嘛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會掉到45%一下 但是基率只有5% 會有風險 會有風險 好 那你覺得 虧錢 你覺得呢 虧錢 你覺得呢 神經病 你覺得那些人有風險 還是在嗎 本來就不斷 如果人家只有兩個人選 哪個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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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高 三個人選算很高 哪個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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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要選不選 決定再選啊你要不要選 但是如果今天是我 今天是我看到這個數據 我不會選 為什麼我不會選呢 剛剛你有講到說 5%會超過嘛對不對 也就是說有95%的機會 會落在裡面嘛對不對 但是這裡面呢 95%會落在裡面喔 這裡面竟然有50%下來 表示有95%的機會 我拿的得票率 竟然會到五成以下 對不對 有可能會到五成以下 因為我沒有辦法決斷 95%就是我的支持率啊 所以我只能看這個區間 雖然他有到六成 但他這裡竟然有五成以下對不對 所以我沒有把握 我可以拿到一半以上的選票 所以我就會決定不開選 但是如果結果是這樣喔 如果結果一樣是55% 但是他減掉兩個標準差之後 是這樣 是51到59 對不對 加上兩個標準差是59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 我就可以選 因為95%是我的區間 對不對 我100次裡面只有5次會錯嘛 有100次會對嘛 有95次會對嘛 那在95次裡面 我又看到我的支持率已經超過多少 最低最低都已經超過五成 所以我就可以選 所以這個就可以協助你來做這個設計 但是出門要不要帶傘 只要看那個數字就好 只要看那個數字 只要看那個數字 再減兩個標準差 加兩個標準差 交完之後再決定要不要帶傘 太辛苦了 所以只要看那個數字 決定要不要帶傘就好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